鉴于联邦政府准备在未来数年迎接前所未有数量的新移民 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若想控制住房价 加拿大需要在今明两年增建20万套新住房 加拿大家顶银行集团本周发布的报告称 由于大量移民将涌入加拿大 联邦政府若想把房价控制在可负担的水平 今明两年每年需增建10万套住房 为解决劳动力短缺未来数年 加拿大将引进连创纪录的大量新移民 加拿大移民部公布的移民配额显示 2023年加拿大将接受46.5万名新移民 至2025年将高达50万 加令银行称 如果联邦政府想要避免移民涌入可能带来的房价大增 需要在2023年和2024年每年增建10万套新住宅 报告指出 联邦政府未来5年新建10万套住宅的计划 远不能够满足实际需求 当然 如果安省能够按计划每年新建15万套住房 将远超每年10万套全国的需求量 问题是 10万的新住宅应遍布各地 否则安省一地的新屋建设热潮 可能对加拿大平均房价产生不成比例的抵消影响 去年安省通过了第23号法案 更快建造更多房屋法 计划未来10年建造150万套新住房 加令银行表示 移民对住房负担能力的影响还取决于他们的定居地 如果新移民多数流向大草原地区 以紧俏的房市就不会继续吃紧 住房负担能力将得到缓解 加令银行认为 大草原地区将是加拿大经济表现最好的地区 更多的移民定居草原省份 将促进当地与全国的经济增长 报告称 自2018年以来 安省和BC省接受了最大份额的移民 尽管这两个省的住房是价格最高的 加令银行警示 如果大多数新移民继续涌向这两个省份 可能继续推高房价 损及当地与全国的住房可负担性 加令银行建议 政府当局还应该考虑减少障碍 促进更多住宅的建设 鉴于联邦政府准备在未来数年 迎接前所未有数量的新移民 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若想控制住房价格 加拿大需要在甘明两年 新建200万套的新住房 加拿大家鼎银行集团本周发布的报告说 由于大量的移民涌入加拿大 联邦政府若想将房价控制在可负担的水平 甘明两年 每年需要增建10万套住房 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 未来数年加拿大将会引进创纪录的大量新移民 加拿大移民部公布的移民配额显示 2023年加拿大将会接受46.5万名新移民 到了2025年将会达到50万 加点银行说 如果联邦政府想避免移民涌入可能带来的房价大增 需要在2023年和2024年每年新建10万套新的住宅 报告指出 联邦政府未来5年建造10万套住房的计划 远不能够满足实际的需求 当然如果安省能够按计划 每年新建15万套的住宅 将远超每年10万全国的需求量 问题是10万套的新住宅应普遍各地 否则安省一地的新屋建筑热潮 可能会对加拿大平均房价产生不成比例的抵消影响 去年安省通过了23号法案 更快建造更多的房屋法 计划未来10年建造150万套的新住房 加点银行表示 移民对住房负担能力的影响 仍是取决于他们的定居地 如果新移民大多数流向大草原地区 已经紧绍的房市就不会继续吃 住房负担能力将会得到缓解 加点银行认为 大草原地区将会是加拿大经济表现最好的地区 更多的移民定居草原省份 将会促进各地和全国的经济增长 报告说 自从2018年以来 安省和卑斯省接受了最大份额的移民 尽管两个省的住房是价格最高 加点银行警告 如果大多数新移民继续涌向这两个省份 可能会继续推高房价 选及当地和全国的住房可负担性 加点银行建议 政府当局还应考虑减少障碍 促进更多的住房建设